我今天上的是分數的處法 在分數的處法裡,我們會用到導數的關係 所以我們先來認識一下什麼是導數 來,假設 分母是A,分子是B 那它的導數就是分母分子上下顛倒 會形成原來的分數的導數 所以A分子B的導數 就是B分子A 好,所以呢 這兩個分數互為導數的關係 這樣分母跟分子上下顛倒會形成原分數的導數 那我們來看一下幾個例題 我們來做一下練習 我有出四個例題有分數、整數還有代分數跟小數 我們一個一個來做一下練習 第一個,四分之一分母是四分之三 那它的導數就是上下顛倒 就是一分之四 那我們會把一神月就是四分之一的導數就是四 好,那三呢它是一個整數 那三我們試試可以看成三分之一 所以它分母分子互相顛倒 形成一個導數就是三分之一 OK,到這裡 好,接下來是代分數就有一點需要變化一下 代分數要變成導數的時候 我們要先將代分數換成假分數 好,二又六分之一的 二又六分之一的假分數是多少 六分之十三 好,換成假分數以後我們再來求導數 所以分母分子上下顛倒 所以六分之十三的導數是 十三分之六 好,接下來這一題一樣要想一下 那小數要化成導數怎麼化? 就是每一個都是分數 所以是先將小數化成分數 0.375,十分位,百分位,千分位 所以0.375是一千分之三百七十五 先化成分數再化成導數 所以一千分之三百七十五的導數是 三百七十五分之一千 好,到這裡有問題 OK,好 好,所以呢 分母分數化成導數就是將分母跟分子上下顛倒 好,那我們知道導數關係以後 我們來看一下 好,我第一題練習題 好,來 將四分之三顆西瓜分給三個人 求每人可以得到幾顆西瓜 好,我可以把上面有個教訓 來,四分之三多少 是這樣子 好,那如果我們看圖 可不可以知道說每人可以分到多少? 四分之三,四次有三等分 分給三個人,所以每人四次得到一等分 所以一等分是多少? 四分之一對不對? 好,那我們用分數的處法來求看看說 每人得到幾顆怎麼做計算 好,四次全部有四分之三顆西瓜 好,分給三個人 就是除以三等分 好,那這一句話我們有其他的處法 我可不可以把它看成四分之三西瓜 分成三等分,每人得到一等分對不對? 那我可不可以看成四分之三顆西瓜 乘上每人得到三分之一等分? 一樣的嘛對不對? 所以這個四字是不是一樣的? 好,那乘反的計算我們有學過嗎? 在計算前我們先約分 所以等於四分之一 好,那四次跟我們剛才的教訓的土一樣 每人得到四分之一顆西瓜 沒問題好 所以呢 四分之三顆西瓜分給三個人 每人得到四分之一顆西瓜 好,那我們就有這一題來看一下 分數的除法是怎麼做計算的 前面的除號到第二個式子變成乘號 三變成三分之一 這個關係是怎麼關係? 這是我們剛才做過的倒數的關係 對不對? 好,所以我會這樣說 前向除以後向 我就會等於前向乘上後向的倒數 可以嗎? 可以吼? 好,所以就用乘法的計算我求出說 每人得到四分之一顆西瓜 好,那我整理一下分數計算的重點 當分數A分之B 除以C分之D的時候 我就會說前向除以後向 我就等於前向除 我會變成乘 乘上後向的倒數 可以嗎? 那我們重複一次 前向除以後向等於前向乘上後向的倒數 我們就用乘法的計算來解這個除法的題目 好,那接下來我再解一題 用這樣子的算法我們來解這個題型看看 好,我的題目是 藍色斷帶纏三分之三公尺 紅色斷帶纏四分之一公尺 求藍色斷帶是紅色斷帶的幾倍 好,那我畫個圖 藍色斷帶是四分之三公尺 好,這是藍色斷帶 那紅色斷帶是四分之一公尺 好,應該很清楚 其實看圖就可以看出它的倍數關係 藍色斷帶是紅色的幾倍? 三倍對不對? 好,沒問題 那我們一樣用這個算法來解一下 好,那我先列一下橫式計算 藍色斷帶四分之三公尺 是紅色斷帶四分之一公尺的幾倍? 好,兩個互除 一樣,出現我剛才的計算規則 前項除以後項 我四次可以化成前項除變成成 除數變成導數 四分之一的導數我們之前也練習過 四次等於四 一分之四,所以四次四 好,一樣啦 那這樣的四次是可以先做月分 月分完以後答案四次也是等於三 是跟我們剛才看的是一樣的 好,所以藍色斷帶是紅色的三倍 因為它有三個四分之一 對不對?好,答 藍色斷帶是紅色斷帶的幾倍? 三,單位,倍 好,到這裡有問題嗎? 那以前我們學的處理法裡面 越儲,數字會越小 可是我們這一題的處理法很奇怪喔 為什麼越儲,數字會越大 所以在分數的儲法計算裡面 它會有一個這樣的規則喔 當我的儲數小於1的時候 我求出來的傷數會大於被儲數 對不對?那我們來看這裡喔 好,當我的儲數 當我的儲數大於1的時候 我求出來的傷數會小於被儲數 好,我們也可以把這個計算規則記下來 以後在做儲法的計算的時候 我們可以檢查一下我的答案有沒有錯 那我把這個重點也寫下來 我們來看一下 當儲數,被儲數,除以儲數 我的儲數,我的儲數大於1的時候 我剛才說儲數大於1的時候 我的儲數會怎樣 我儲數大於1的時候 我的儲數會小於被儲數 所以呢,我的儲數大於1的時候 我的儲數 儲數會大於我的被儲數 好,我們可以把這個記下來 下次做檢查 儲數會大於被儲數的答案 好,這是大於1的提醒 那如果我的題目呢 儲數是小於1呢 剛好就相傳 我的題目是3分4 除以1分4 我的儲數小於1 所以我的儲數就會怎樣 小於1 所以我的儲數 我的儲數會怎樣 我來看一下我剛才的題目 我的儲數小於1 我的儲數就會大於 誒,我剛才寫錯了 我的儲數就會大於我的被儲數 對不對 好,這是我從這兩題 找出我的一個規則 我們再看一次 來,當我的儲數大於1的時候 我算出來的答案我會小於被儲數 當我的儲數小於1的時候 我算出來的3數會大於被儲數 我們把這個規則稍微記一下 因為以後用到儲法的計算的時候 我們可以檢查一下 我的答案有沒有計算錯誤 好,到這裡應該沒有問題了 我來看看 怎麼會很期待